古裂了 那这个是古裂了 所以我们用这只脚直接带腹里面 脑圈圈不下去 能量光草的比对 还有光草显示出来 那个同像的架构 跟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光草显示的颜色 它本身跟我们身心能量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关系 然后能量的素质跟健康 表达出来的它的傾向 接下来就是说是我们在拍的时候 在做这种检测的时候 会影响到这个位置确实总盈不准确 然后接下来就是实力的结果 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介绍好 我现在是来接任这个台湾中文研究院的部位 但是这个能量医学会的常过理 会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今天这个演讲会 那我们就说什么叫做能量呢 能量就是任何一声光电子 你们自己有没有录起来 来影响到 第一个人生命能量塔 所显示的一种互动的状况 这种状况是一种被共振后的一种当下的波动 我们称为这一个能量塔 它这个能量塔的显示是一种波动的一种强度的一种平能的这种系数 这些系数一定是可以感测的 那么我们藉由这种感测来了解它的健康的形象 谢谢 那所谓的光场 光就是一个生命的存在和演化的主要因素 那这个所谓的光场可以分成两种分析性的光场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光 你身体的光 你身体就是具有的光 那这个具有的光 就是一经一学的检测 我们身上会发生4到50个微米的眼红外线 平均8到16的眼红外线占有48% 这个是由美国WHO所提出来的一个报道 因为我要做成一个深入报道 那这种8到16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 我本来是要自己 因为我自己知道 你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非常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这两个人是没关系的 另外一种目的就是所谓的量子性的光 这个量子性的光 这个光呢 没有办法 用我们的电磁光谱来量测 它是一种的量子 新的量子物 推翻了传统的物理 它认为300公里之外的一种蝴蝶 它们在那边灰舞 跟300公里的我们这里 有产生一种关联 这个就叫灰定义性 所谓的灰定义性 这个是属于在量子物理方面 也就是说 你会突然去想到 某一个群人的时候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群 突然你会感受到 某一种状况的出现 在偶尔的间鱼会发现出来 甚至说 这个是一个整理 不成被人家摸棍 那你应该让我上去 应该当时他们应该说 你下来 是是是 所以你不习惯吗 不习惯被人家 一种灰期性的共振波动 没有机会 所以我说你冒掉 你冒掉 同时他还是超越物质性的 他就变成去了一种 叫做观察者效应 因为你要看他 他给你看 这个就这样子 当我在看你的张相 看完了以后 明天你的状况可能不一样 这个就成为观察者效应 那因为这点部分 如果比较复杂一点 我没有再介绍 我自己会运气 我现在在一起 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说 通常我们用的就是一般的 就是这种阳导弱 ARDK的经络疑这个粗粮 所发明的 QSCR这是一个美国 更运势合作的这个 QRS这个像在西美医院都有使用 这个在农民总院有使用 那一个COREC 生物信息能的这个检测 那一个就今天我们再介绍的 这个ORACON 那同时也有一种叫做 也是您可以检测光的叫做POWER AVS 这两种唯一的不同就是前者是使用双手 所以你的脚椎已经影响到你的头部 那我个人是认为双手影响到你的头部 辅助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比较偏向你使用这种 用双手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就顺势疗法在使用的检测 就是ORACON 就想去做很重要 那能量光场 以致对于就是这个机器 目前这个机器 以下我们就欢迎各位 过来做实验吧 8秒钟就可以来做补测 它是一种利用克里安的放电显影 潜移系统 就是在苏联克里安的夫妇就发现说 利用这个电流的感应 可以造出你手上的光辉 从这个手上的光芒当中 就可以去了解你的健康状况 另外你的皮屋有一个电流反应 就是Galbanic skin resistance 也就是所谓的呼电阻反应 那另外呢 我们经济的这个电流 那最重要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了解我们手上的这个汉空军 我们的汉空军跟我们的交门 是有明显的关系 然后就是说这个首长对应的事情 因为我们手上刚刚这个陈会长也有说明了 在我们的手上当中呢 甘心脾胃症都可以准备这个手上 然后呢应用到中医的这个木模图 我们在从这边办理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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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 所以它的主持们就包含了一部检测的 一部检测的身心的检测仪 一部电脑 然后呢 专用的软件 一些电线 那它的特色就是什么 操作简单 学习也会很容易 过去在能量医学会呢 担任这一个 Oracle的这个叛读书的这个 训练班呢 我们有办过两期 你跟我一样 这个办的班图了 那么 学习的这个 放在这腰椎的这个地方 也是这样 那我们就在 那同时被 来自各国学习的人 都必须要进入考试 才能够得到这个 判读书的这个资格检测 检测 那它在检测上面 非常的快速 那么最重要的 它是可以重复验证 可以先后座比对 那是符合能量医学 跟这个五行 五行期后原理的这个状态 同时呢 它可以显示你身心里的 一些当场的状况 最重要 我最喜欢用这个机械 是因为它不涉及整端疾病 也不涉及必要疾病 它什么都没有 它只是告诉你 当下你的身心里的状况是如何 接下来是该怎么样处理 那是任何使用者的 可以应用的方法 那它能显示什么呢 你什么个性 你有什么特质 这个等效法可以印证 你的身心里的平衡状态 或者你有身心里上面有什么缺失的信息出来 生命能量的这个流畅度 是不是非常流畅 还是过度的劳化 战苦的机能的信息 有什么 哪一个战苦机能 有很深缺失的状态 这个切实的状态 曾经我们在 我在抗议医院的时候 陈果团院长 前院长曾经问我 如果是癌症在这个光 在这个机器上面可以显示出来 我说大概百分之三 那我说这个很少 他就跟我讲 不少 他认为说是非常 非常的好 那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你要到百分之九 那他这个机器 那么平一个机器 不可能造成说 比你MRI 或者是乱层少床机器 更准确 那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你的这个阴阳 平衡态 所谓的阴阳平衡态 就是说你的活力度跟安定度 在平衡状态是怎么样 还有呢就是说 你可能需要处理到哪些健康上面 必须关切的 他们直接的吸血 那光常在显示的架构就是 我们拍出来的这一张图 那我们根据这一张图 就来分析 同时呢 他会显示出来的阳跟阴的这个状况 以及木 火 土 金 水 也就是甘心 脾 慧 慎 慎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你的阴阳 如果很平衡的时候 它就给你一个这个心脏一样的 两个颜色都出来了 那这一条呢 就代表身心云的这个状态 你只要在这两个虚线之内就表示了非常健康 那如果说你这条线产生了很多波折 那就就表示心灵上对不是什么样的安定 或者是在启动当中 或者是想的太多 那这一个图形就表示了 一个五行的这个状态状况 如果这个五行是成为一个非常均衡的时候 那就表示你是在一个非常均衡的时候